Hello, Hello 聽小朋友的笑聲 就知道他們上課上得很開心 Danny創辦的森林幼稚園 與其說是學校 不如說森林學校 其實是一個給小朋友 在大自然自由玩的活動形式 香港的森林幼稚園 主要是玩樂 所以我們帶孩子進森林 即使是雨或是冷 或是真的熱 因為我們沒有書籍 我們有石頭、石頭、樹 石頭、水 水 水 蟲 這些是我們的書籍 這些是我們玩樂 這是什麼? 木頭 小朋友天生充滿好奇心 喜歡跑、喜歡爬 Danny認為森林足以包容小朋友的橫皮 有些人都會說 別這樣做 坐下 穿穩子 別跳,走開 跳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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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傻,很冒充 但其實出來後,我反而不用理他 反而可能在家裡,我經常都要看著他 但出來後,他反而很獨立,可以自己到處去玩 都讓我了解到他原來,他可以這麼小心做事 這麼謹慎,還有勇氣 這些可能要出來才能看到,但家裡就必須看到了 雖然講到明,活動的內容會因應天氣 以及以小朋友的興趣做主導 但其實Danny早已預備了一些道具 例如承索、塗泥、豉油瓶 最終怎樣玩,就要交給小朋友發揮創意 想像力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才有 因為當你越多的進入時,其實那些東西是記憶 在這個年代,暑期活動是寫報告 學習,學習,再學習 說明是暑假,不如真的讓小朋友放假吧 好,吧 好,吧 感谢观看